好的 主要各位观众 此时为您找过民众党目前面临的持续非常多的风波的最新进度 那民众党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突然召开个临时会议 而且找来呢 是他们前些的一些旧干部门一起来吃饭开会 那与会呢 就包括像是蔡碧如 周台出 谢力宫 以及陈婉慧 那到底谈了哪些内容 尤其呢 这个会议开的时间是将近快要一个半小时 是不是柯文哲有意来摸头 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是摸头啦 说真的就是了解整个案子现在发展的情形 到底进度什么 其实我们本身有很多质疑啦 那刚才有些部分也大概做了说明 可是真的比较详细还是要看明天 因为毕竟现在大家都知道会计师的部分有点卡住了嘛 所以这部分还是还是有一些 有些资料好像在调查局那边 所以明天大家就会了解 现在外地局的民众要面临面围急了 然后包含了北市科还有监法城案陆续都被传 大家要担心下一个传的就是科主席 其实真的有传他应该不用意外 因为检调办案的流程大概这样 他一定先从周边相关的人了解一些情形 然后最后再把算是主角吧 一定会也会约谈 我想这些都不是很特别的动作 而且科主席不是之前在讲吗 他还在想 警调如果要找他就赶快来找 现在还有陈维会都表示 他们并没有受到主席的要求 来限制他们在媒体上面的谈话 不过由于民众朗下历经非常多的风波之际 会不会出现灭团的危机 来听一下前立委蔡比如怎么回应 更努力深呼吸 更努力深呼吸才能活着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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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先走了 现在蔡比如有被问及 因为现在党内也出现了逼宫的声浪 来呼吁柯文哲应该要辞去党主席 蔡比如就强调他的立场认为是 他是非常不支持也不响的 但是蔡比如也被问到 他自己是不是有意想要来 争取副主席的位置 蔡比如则强调不行 这个必须要好好来思考 以上是为您找回的最新资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